在很多次采访中哈登都表示,德罗赞是自己在联盟中最好的朋友是德罗赞,德罗赞则表示自己12岁的时候就开始和哈登在一块打球了,哈登和德罗赞出生地点距离很近,而且两人都是从小都是科比的粉丝,而杜兰特和比斯利则完全可以用青梅竹马来形容了,比斯利的父亲在很少的时候就抛弃了他,比斯利妈妈一个人要养四个孩子。 小时候比斯利妈妈经常把比斯利寄养在杜兰特家中,可以说两人就如同亲兄弟一般,一块长大,一块上学,大学后一块去打篮球,凯文勒福和克莱汤普森两人是发小,而且从小就是邻居,勒福曾经接受采访时说到,自己是和汤普森一块长大的,而且克莱汤普森的父亲教会了自己很多内线进攻技巧,自己和汤普森一家的关系一直都细腻无间,朗多是考心思在大学, 学时期的学长,大家都知道考心思的脾气非常的暴躁,但是对于朗多却是很是喜爱,曾经在国王队中有一个镜头,朗多让考心思去抵脚放手,考心思一脸的不解,因为抵脚根本就没有人,但是最后考心思还失去了,最后对方果然布置了抵脚三分战术,结果被考心思破坏,看来考心思对于朗多还是非常服气的,这个赛季朗多加蒙提湖消息称是考心思指明到信仰朗多来的, 保罗和詹姆斯一直都是私交非常好的朋友,詹姆斯和保罗高中时候就认识了,詹姆斯曾经爆料过,那时候,他们每天要打电话,或者发短信才可以睡得着觉,而且保罗的老婆是詹姆斯的老婆给介绍的, 詹姆斯和保罗都曾表示过,我们看到对方就好像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样,很多次访谈科比都曾说过,自己在联盟中的好朋友是麦迪,麦迪也表示过自己刚进联盟的时候,一有什么事情都会打电话告诉科比, 在进联盟之前,他们就经常在一起打球训练,两人能成为朋友,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惺惺相惜吧。